英国王室中除了被受关注的凯特王妃,还有刚刚嫁入王室的新京王妃梅根。 梅根,虽然梅根经常会被外媒吐槽衣品,吐槽形态,但婚后的这两个月中,努力的梅根也是不停在进步,最近也是找对了自己的风格,越来越会穿了,和哈里王子出席活动,一席小黑旋亮相,端装优雅,彭彭裙的设计凸显了少女感,一次间的款式完美表达了梅根完美的肩部和颈部的线条, 出访爱尔兰时候的一身墨绿色套装,梅根实力化身大货大王了,搭配十公分高的裸色高跟鞋,震脱出了完美的小腿线条。 近日,梅根和哈里王子现身马球比赛现场,平时经常牵牵手的两人,这次又来了高段位的洒狗娘,在婚后再次公开新闻,也是让人无比羡慕这对小夫妻了。 可以发现,梅根比较适合这样的深色系的搭配,那种粉色或者黄色,确实不太适合皮肤较黑的MM,从梅根的每次亮相,就可以看出来。 这对小夫妻依然沉浸在当初的热烈中了,前到了极点啊,期待也跟凯特王妃一样,快点为英国王是天宝宝啊,凯特王妃就不用说了,经常入选最会穿衣排行榜。 邓凯特的着装都比较保守,而且款式也比较单一,相比于梅根来说,就弹调多了。 但是确实符合她未来王后的身份啊,除了这两位被受关注的王妃,其实英国王室还有另外两位公主。 她们是安德鲁王子英国女王的二儿子的女儿,分别是大女儿比阿特利斯公主1988年出生,和尤吉尼公主1990年出生。 两位公主都是哈里王子的堂妹。 特别是大公主比阿特利斯,被媒体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威亚公主。 尤吉尼公主刚刚订婚,据说是因为哈里王子和梅根的婚礼,所以将婚期推迟到了十月份。 这是尤吉尼公主和未婚夫的订婚照,两位公主在各种场合都能见到。 只是凯特王妃和梅根的太过耀眼,将她们的风头盖住了。 近日,两位公主参加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一个会议,一亮相就看出了和两位王妃的差距了。 左边的是妹妹尤吉尼公主,身穿高脸的蓝色碎花裙。 这条裙子的价格可不费,来自品牌阿丁目前官傲折后的价格还要831英镑, 这个人民币也要7000多人民币。 道客观来说,尤吉尼公主好像并不能很好驾驭这条裙子,显得非常有膨胀感。 显胖阿,这次会议是一场关于结束世界各地现代奴隶制的重要利益的会议, 指令于反对人口贩卖和现代奴隶制。 看来两位公主也是热衷于则杀事业,而大公主身穿黑色的连衣裙, 标签的绑带设计凸显了层次感,感受了这两位公主在公共场合的着装。 外媒终于觉得梅根的衣品,简直达到了顶峰了。 不知道两位公主的出行有没有专门的造型师来打理造型呢? 两位公主搭配的黑色的鞋,品味也是一般。 梅根最爱的裸色膏,跟鞋相比而言显得更为高级。 可以看出,两位公主的衣品和梅根凯特的梅法比啊,简直是天壤之别。